世间所有的死亡都是旧别的重逢 这句高深莫测的话 听了好几遍都不懂是啥意思 知道的兄弟打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这句话是由熬过一次永夜的九徒 专门替浩天来传给宁缺的话 就在书院与西陵神殿的谈判 正处于僵持之时 隐世千年的大修行者九徒 却在这时候突然来到唐国 有这样实力恐怖的人物忽然出现 整个书院更是如临大敌 整个大唐的气氛都开始变得紧张 宁缺看着马车上的九徒 穿着一身普通的不衣 眉眼中带着笑意 眼角中只有几丝的皱纹 皮肤却是极为细嫩 根本看不出是苍老还是年轻 九徒见到宁缺之后 一个站在城内 一个在城外 皆是不肯向前更进一步 彼此都在试探着对方 就在一个不敢进 一个不敢出 僵持之时 九徒满脸冷笑突然跳下马车 身旁的马车忽然向着宁缺冲了过来 宁缺虽然有精神症的加持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马车 依然有些狼狈不堪 要不是这时 二师兄及时挥出的一道剑气 将马车直接击飞 后果定是无法想象 你还是不能随心所依地 卸出那个姿 所以你还是个勇才 你和屠夫都是经历过上一次勇业的 证明老天拿你们没有办法 但你为什么要现身 为什么要来 这些年我已知 橙子在旧里头 真的不知道 啥时候是在梦境中 啥时候是在现实里 即便是在梦中 没有梦见那么可怕的镜像 实在是太恐怖了 九徒面对宁缺的问话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他的话已经表明 浩天已经找到了他和屠夫 九徒的境界无拘亦无量 屠夫则是接近不朽 自从浩天来到人间之后 他们两个便再也无法躲藏 求求你让了我吧 让了我们吧 饶命饶命 过了前年 还是被你给照着的 你们是活得太久 屠夫 在 你去西林 跟西林长相熊冲落说 我要回桃山 九徒 对 你把这马车送去糖果 交给宁缺 跟他说 世间所有的死亡 都是久别重逢 这两个小可爱 在浩天的威慑之下 自然已经做了浩天的狗 浩天竟然决定回西林 再加上这两个小可爱 听命于浩天 大唐与西林的局势 已经陡然扭转 这句话是啥意思 我听的话 咱们自然是不懂吧 你要忘了咋办 勾获了钱呀 就这句话 你要是忘了 你就去死吧 不能忘 不能忘 你不能忘 九徒能在这种局势下出现 其用意当然是 抬高神殿的谈判筹码 最终九徒留下了那句话后 动用了无惧直接离开 到了此时宁缺才终于明白 西林神殿提出那些苛刻的条件 底气是从何而来 宁缺只好再次找叶红鱼进行谈判 其料这次的谈判并不顺利 只是免去唐人去西林请罪的一条 西林还是坚持处死皇后夏天 割让唐国的马场向婉原给金账 而今的九徒和屠夫 就像悬在唐人头顶的两把刀 随时都可能斩下 这两条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宁缺看来只能暂时妥协 我宁缺以书院十三先生的名义发誓 从我手上输掉的将来必然都会拿回 如此不公平的条约 其中虽有隐情 可外人却无法知晓 事后一定会引来指责和非议啊 我们现在最需要考虑的 是由谁来承受的唐人的愤怒 由于唐国刚刚走出绝境 正是唐国的军队士气正胜之时 如果向全国公布有九徒和屠夫 这样的两个强者战队西林 局势已经由胜转裂 唐国的士气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对所有的唐人来说 这将是绵绵无期的折磨 在这样的情况局势下 宁缺想到了自己的仇人 亲王李佩妍 让他来签这等丧权辱国的条约 把所有唐人的愤怒都转到他身上 你杀死上侯之后 就一直没有理会我的存在 原来你是在这儿的 等着我呢 当亲王李佩妍知道宁缺做出的安排之后 看着宁缺冷血阴险的脸 直接送给他一万生草泥马 最终亲王还是代表着大唐 签下了这条丧权辱国的条约 事后亲王李佩妍 带着唐国的屈辱而终 带向晚员割让给金帐王庭后 西林神殿仍是不断地向着唐国施加威压 曾经的魔宗圣女皇后夏天 为了让大唐不再受到西林的要挟 不愿再给国家带来任何的负担 将国事交代给了宁缺之后 突然从长安城楼上一跃而下 去见了先王